12月12日 何润东拍摄新剧时 在金门遭遇车祸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了解 剧组借用了何润东的马沙拉蒂跑车 价值约180万元 事发12日上午 马沙拉蒂行驶在路上时 被后方的白色小轿车撞上 现场一片混乱 有人受伤 救护人员赶来救助 画面中 车祸的情况非常严重 马沙拉蒂的后部被撞得凹陷 差点掉下来 还冲上了一个小坡 白色小轿车的车头 也被撞得变形 几乎报废 警方到场开查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车上的何润东和副导演 幸运的没有受伤 但副导演还是被送往医院检查 何润东下车后 一身黑色的潮流装断 显得有些慌张 站在一旁看着警方处理 今年48岁的何润东 为了转型 卖掉了三辆好车 只留下了这辆马沙拉蒂 这部新剧是他自导自演的浪漫喜剧 改编次韩国的海岛三部曲 何润东对这部剧很重视 开机前还特地去了金门县彩店 说天气很不错 运个气气去胜利 没想到却遇到了车祸 何润东虽然好车受损 大人没事 最后也希望他以后拍戏能多加小心吧